所以你打算出游吗 不管是舒适的度假还是短期的商务旅行 不要让忙碌的旅行令你忘记保护家门的重要 首先伙计们盖好窥视孔 这是离家时最容易忘记的一件事 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些案件 犯罪分子和变态通过酒店房间的窥视孔 窥探和拍摄作案对象 是的 确有其事 而且不仅限于酒店 窥视孔很实用 因为你可以看到门外的人 但这个功能也可以被反过来使用 也就是说入侵者也可以通过窥视孔往里面看 所以你看窥视孔太不安全了 任何心怀不轨的人都可以安装微型摄像头来偷窥门后的生活 所以黑条胶带在窥视孔上即可提高安全性 但当你离家太久时 并不是单纯地盖住窥视孔就能放心了 下面可能是你不想错过的几个安全提示 倒数开始 12.不要堆积信件 门前堆满信件和包裹 无疑是在告诉窃贼家里没人 所以让邻居或其他你可以信任的人 为你取邮件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如果你不想打扰别人 那就在出门之前安排停收信件的业务 你要做的仅仅是联系邮局 让他们帮你缓寄信件 一直到你回家为止 这个时间可以长达30天 至于包裹 如果你知道将要离开 就不要在你不在家的时候预定任何东西 11.保持日常家庭维修 你有请园丁经常维护草坪吗 也许还有人每星期来帮你清理游泳池 即使你不在家 也最好如期进行这些安排 不整洁的院子或肮脏的游泳池 也可能使你家成为小偷的首选目标 所以不要让他们注意到你家有任何变化 冬天时不要忘记你家门口白雪挨挨的车道 你不在的时候要确保有人铲雪 看到了吗 细节为王 10.不要在社交媒体过度分享 日夜期盼的假期启程了 你肯定迫不及待地要和所有人分享这次的完美旅行 但想想 发布你所在的地方的图片 只是在告诉每个人你家没人 坏蛋可能会监视你的社交媒体 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这件事 所以最好先克制一下热情 回到家以后再分享你的假期或经历的难忘夜晚 如果还是忍不住要发布 去机场迎接人生最美好的两周 那么至少检查一下个人资料的隐私设置 确保只有朋友能看到你的帖子 9.不要藏备用钥匙 你想象中的入室窃盗可能是盗贼真的破窗而入 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窃贼只是想快速安静的玩事 所以那些在前廊某处隐藏备用钥匙的人 是的 不仅存在于电影中 只会给犯罪分子提供便利 是否找到了最隐蔽的放钥匙的地方并不重要 相信我 窃贼很清楚你所谓的最隐蔽处在哪里 将备用钥匙交给值得信赖的朋友是最安全的选择 以便紧急情况下有人可以帮忙照看一下 或者干脆把备用钥匙放在家里 8.不要改变窗帘的位置 开还是关这是个问题 嗯 关于家中没人时窗帘摆放的位置确实很有争议 一方面保持关闭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偷看你家 另一方面这又会让房子看起来很荒凉 而且会导致邻居朋友或警察停止去照看 好吧 如果你本来就很注重隐私 窗帘或百叶窗通常都是关闭的 那就让它保持关闭 反之亦然 如果你的窗帘经常打开 那么不在家时也要和往常一样拉开它 窃贼在闯入之前都会打量房子 所以任何改变都可能会暗示他们家中没有人 7.移走贵重物品 如果小偷破门而入后发现没什么东西可偷 你能想象小偷会有多傻眼吗 是的 恶搞他们 当然 我不是说你必须在出门之前转移所有物品 犯罪分子通常只拿钱昂贵珠宝 以及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等值钱小件 你可以将所有贵重的物品放在朋友那里 也可以在银行租用保险箱 那么哪怕真有人入室盗窃 也不会造成贵重物品的丢失 6.电器上设置定时器 连续几天没有灯光的房子是主人不在家的实锤证据 但是一直开着灯意味着要支付高昂的电费 对吧 这正是定时器存在的意义 它可以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定时开关灯和其他电子设备 人们通常将这些定时器用于控制灯光 但电视或收音机也可以使用 这确实有助于制造家里有人的假象 你要随机的并且有间隔的设定定时器 同一时间开关灯对于正在筛选目标进行窃盗的坏蛋 看起来是很可疑的 此外一些定时器可以和智能手机配对 哪怕你是在数英里之外的海滩上度假 你也可以随时开关灯和电视 5.保证活动玻璃门的安全 你能想象到的滑动玻璃门给窃贼提供多少便利吗 他们通常会到后院去以便安全地躲过邻居 幸运的是有方法可以保证活动玻璃门的安全 比如你可以买撑门的金属条并将其锁定 你也可以在轨道上放钉子或木头 防止门从外面被拉开 即使门锁被撬开也没关系 唯一的缺点是 这些绊脚石并不能防止窃贼破坏玻璃直接进入房中 但是他们通常不会这样 因为这样太引人注目了 4.请邻居帮忙制造有人在家的假象 如果和邻居关系良好 请他们在你离开时将车停在车道上 如果关系不好 那么你可能需要尝试跟邻居和睦相处 因为你不在家时邻居真的会派上用场 另一个卫装的方法是让你的朋友或邻居 比方说在你的门廊桌上放一个咖啡杯 制造有人早上在那里小做的假象 此外 在垃圾日让邻居把你的垃圾箱拖出来再拖回家 即便垃圾箱是空的 一切都是假象 还记得吗 哦 不要忘记还邻居人情 三 锁车库并断开自动门 你一定觉得窃贼不会对一堆落满灰尘的工具 和自行车感兴趣对吧 那你就错了 你会惊讶地发现 他们甚至可以卖掉车库里的割草机 另外 我的意思是 如果朋友送你去机场 那你自己的车就是在车库里等待被盗 所以如果窃贼破坏了自动门 并且处理了你在里面堆放的物品 你不要太惊讶 避免悲剧发生的方法是 当你要离开一段时间 而且无论何事 都不需要自动车库门开启器的话 那就在出门前将其断开吧 当然别忘了还要锁门 二 安装保全系统 哪怕是假的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 60%被定罪的窃贼承认 如果发现房子有安保系统 他们会放弃这一家而去选择其他房屋 如果你并不想购买真的安保系统 你可以在院子里放置安保公司的标志 并在前门和后门附近设置假摄像头来瞒天过海 有时候GPS系统会把小偷直接送到你家 如果将车停在机场或酒店停车场 犯罪分子可能会闯入并打开GPS 找出无人看管房屋的准确位置 如果有便系式设备 最好不要将其留在车内 如果GPS是内置的 那么将家设置为除你家地址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 甚至可以将它设置成当地警察局的位置 这肯定会是一出好戏 那么如果你还知道其他家庭安全小贴士的话 请分享在下面的评论中吧 并且务必给这个影片点赞 与朋友分享 然后点击订阅 永远留在亮生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